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说明在商朝祭祀普遍使用的是青铜器 但在《山海经》中描述的大量祭祀仪式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青铜器 而是以玉为主进行祭祀的 比如南山经记载的祭祀之理是 毛用一张寓意 许用土米 白肩为席 毛就是长毛的动物 张玉就是一个祭祀用的玉制容器 土米指糯米 白肩是种茅草类的植物 翻译过来就是 用张玉装着有毛的动物埋了 精米选用糯米 席字用茅草 在《中山经》记载的祭祀之理是 毛太老之句 献以吉遇 太老就是猪牛羊全背的意思 翻译过来就是 用猪牛羊做祭品 在悬挂上吉遇献祭 丝毫没有青铜器的影子 《中山经》还有用公鸡祭祀 中赐三经 祺祠太冯 勋迟 五罗 皆以母羊父 应用吉遇 其二神 用以雄姬一枝 徐用徒 祭祀太冯 勋迟 五罗三位山神 要把一只公羊 劈开来祭祀 四神的玉器 要用吉遇 其余二位山神 使用一只公鸡 献祭后埋入地下 四神的米 要用稻米 以上例子说明 山海经的年代 是一遇为兵的 石器时代 要远远早于商代 在我国发现的 石器时代的遗址 非两主遗址莫属 但是 山海经成书的年代 也要早于两主时代 为什么呢 据考古学家考证 两主文化遗址 距今五千三百年左右 主要分布在 乾塘江流域 和太湖流域 在两主遗址中 最大特色 是出土了大量的玉器 包含有 碧 玉镯 惯形器 柱形玉器等等 这和山海经记载的 很相似 但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 在两主遗址 出土了我国 迄今发现 最早的丝织物 这一块 距今五千两百年的丝绢 被称 世界第一片丝绸 在山海经 全书从未记载过丝绸 丝绢 丝制物 这说明 在山海经时代 还没有出现丝制物 那么 山海经成书年代 是早于梁竹时代的 梁竹文化遗址 距今五千三百年左右 山海经的成书年代 至少在五千年以前 有人说 皇帝之妻雷祖 是养残制私方法的发明者 难道山海经 比皇帝还早吗 山海经 肯定晚于皇帝时代 山海经中记载 皇帝七 雷祖 生昌义 并没有记录 雷祖 养残制私的故事 白姐查阅古籍文献 雷祖养残的故事 最早出于史记 在汉代以前 并无雷祖养残的记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银雾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